你知道吗?洗衣机为什么会有个透明窗呢? 原因是在上世纪20年代,欧洲推出第一批洗衣机。 当时光顾洗衣店的顾客仍然还没有完全信赖这项新科技, 希望能看到洗衣机内的衣物是如何洗净。 所以洗衣机有一个透明玻璃窗。 洗衣机普及后,这个透明窗设计也一直沿用下来。